哈囉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德 費了一個新聞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又回到方塊寶可夢的遊戲啦 來上一集我們順利把合成的化石寶可夢都進化完畢了 並且也把我的訓練家等級提升到56級 那這樣也能夠把我準神之一的幾級龍給進化完成 可是自從裝了野生訓練家進來之後 現在要升等是有點麻煩 後來看了一下我的準神家族 目前差幾隻就全員到齊了 就繼續努力啦 那途中我們還遇到了喜翠登場的匹甫螳螂 當然也是二話不說直接就把它收服起來了 沒想到我們還遇到了之前沒抓到的烤雞啊 沒錯那如果說你也是喜歡Rade玩這個模組的觀眾 想再看更多的話可以先幫影片點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這部Rade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火焰鳥火焰鳥你不要走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準備一下 說火焰鳥的話先把我的斗利菇先換上來 我需要斗利菇的幫忙 來來來來來 火焰鳥飛去哪裡了 他在這邊他在這邊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火焰鳥等等我 我這次不會再讓你逃走了 上一次直接讓你變烤雞 這一次我要說服你 來吧 交給我們的斗利菇 雖然他是火系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一樣先丟個仙機球 來吧 同樣也是68級火焰鳥 上一次沒抓到你 喔不 套利菇倒下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還可以 我們等一下再把他復活起來 居然變化屬性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來個衝浪 還用過熱有點痛喔 衝浪打得有點癢 他出燃氣 但是沒有起到效果 水砲 來吧 我們就這樣慢慢消耗他的血量 接著使出暴風 沒有擊中 這命中率有點差 火焰鳥 來吧 繼續撐繼續撐 看我的戰錘海龜可以撐到多久 他使出了挺住 水砲 水砲也沒打到 我水砲已經沒有PP了 好吧 那只好繼續衝浪 燃氣沒有起到效果 衝浪 水啦水啦 我就這樣慢慢消耗你的血 等一下再派出我的搖籃巨龍 或者是復活斗蒂菇 幫你睡著 就可以抓你了 衝浪 快了 現在16%的血量 我覺得我可以試著復活一下 復活我們的斗蒂菇 OK 來吧 斗蒂菇 再交給你了 蘑菇報紙 我的速度比你還快 這下子 你應該可以讓我抓了吧 等一下我先保留他16%的血量 以防萬一 不然等一下他招式放完再來個掙扎 把自己打死我頭都痛了 然後現在是第12回合 我們直接丟計時球吧 我要說服你 是火焰鳥 帶回家 可惡可惡 你不要醒 醒過來了 又是燃鏡 但是沒有起到效果 繼續蘑菇報紙 我的斗蒂菇只要撐得住 我就有辦法說服你 再來 火焰鳥 火焰鳥 我不要烤雞 我要火焰鳥 又掙脫 你怎麼這麼堅持呢 撐我的寶可夢不好嗎 讓你錯過一次了 這一次我不會再讓你跑走了 還是如果熱 哎呀 我斗蒂菇撐住了 水啦斗蒂菇 就是這樣 繼續蘑菇報紙 等一下我先幫斗蒂菇補一下 先補先補 第18回合計時球 回合數越高 抓到的機率就越高 拜託 有了吧 怎麼難抓 不怪是神獸 再來 來 我是用計時球沒錯吧 對阿 根據回合數而提升 經過10回合之後 火焰鳥乘以4 就還是抓不到 你不要逼我用這一顆哦 這一顆我很不想用在你身上耶 兔血 我該不會真的要死出大獅球了嗎 沒關係 我再繼續抓 他如果醒過來了 我就只用大獅球抓了 氣死我了 40幾個回合還抓不到 你看你看 又掙脫 醒過來了 怎麼這樣 你真的是逼我耶 雖然說大獅球在麥塊當中是非常好製作的 反正我只要去找大獅球道具 我就有機會可以開得到他的製作材料 但是要用大獅球抓火焰鳥真的是浪費耶 不管了啦 直接抓 氣死我了 第44回合耶 我還抓不到 運氣有沒有這麼差 抓到了火焰鳥 好浪費哦 為了抓這一隻鳥真的是 有的有的火焰鳥 用大獅球抓的 來啦 先幫他領出來看一下 編號146火焰鳥 他的招式過熱燃靜 你看他的招式都快用完了 然後只剩下暴風 暴風還是他兩次的機會而已 也是啦 如果再沒抓到他 我也只能夠用大獅球了 不然他就要死掉了 來吧 給你住大獅球真的是讓你爽到的 你應該可以飛吧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回家啦 哈哈哈 直接來補一下 補滿之後 等一下我們直接出發去尋找還沒說服到的準神 先從班基拉斯開始好了 沒錯 來吧 迷你龍 這個先給你 多吸一些經驗值 然後 我記得我還有個學習裝置 我看一下 這邊在這邊 OK 明年寶 也給你 來吧 有了有了 這樣子就OK啦 我們 天剛好要亮了 我們可以準備出發了 來去尋找 其他的準神 走囉 之前看圖鑑 又基拉斯好像在沙漠地帶可以遇得到 那我們來找找看 或者是他的進化型也是可以啦 直接讓我抓到班基拉斯也沒問題 對 這樣就省了去練他的過程了 那我看一下 這附近 看起來好像都沒有想抓的 有一隻模擬泥 在這裡在這裡 超可愛的 這小一隻 可是我沒有想要抓他 看一下這邊 順便找看看那個啦 那個寶貝球道具 如果說有大絲球的話 直接拿走 因為我們抓火焰鳥已經浪費了一顆大絲球了 要再多趕快把他做回來 又又又 又基拉斯 欸 等一下 在這邊在那邊 喔 看到了 這裡有一隻 幾等 31等 我要抓我要抓 先機球 優先丟 來囉 欸 丟錯隻 等一下 你後退一點 你這樣會害我丟到你呀 哇 我這樣 這樣就OK了 來吧 又基拉斯 一球搞定 欸 可惡 居然 直接彈出來 哎呀呀 他死出地震 但是效果不好 沒事沒事 吹棉粉 欸 沒有擊中 可惡 沒辦法 吹棉粉跟蘑菇包子不一樣 吹棉粉有機率失敗 啊有了 睡著了睡著了 OK 我可以打他嗎 31等 我覺得我打他一下好了 泰山壓頂他 喔 可以喔 效果不好 但是這個傷害不會秒殺他 再一次 10%的血量 欸 可以抓了可以抓了 來吧 幼幼 說服你 我的準身 這樣子就可以再加1了 有了吧 耶嘿 鬆不到鬆不到 那這樣就把他領出來 喔 欸 哇 那邊有個空島欸 哈哈哈哈 酷喔 我這張地圖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地形就很特別 不然還有空島的出現 來吧來吧 先把他跟我們魔幻甲命喵交換 直接把你進化 成為 沙基拉斯 變成一個 蛹的樣子 因為不知不覺天又要黑了 怎麼時間都過這麼快啊 還是我們來打個訓練家 喔 他派出大岩蛇 可以喔 可以喔 我們的龜龜 直接來一個水炮 哇 他挖洞了 鑽到地裡 水炮沒打到他 可惡 沒關係 再一次 我們直接換衝浪 耶嘿 洗澡招 哈哈哈哈 第二隻龍龍石 有喔有喔 他派出來的幾乎都是岩石系的 可能因為在沙漠地形吧 就有岩石或者是地面 哇 我們的龜龜 我們的龜龜殘血了 就他派出嘎啦嘎啦 等一下我先幫我龜龜補一下 OK 他屬於剁腳 哇 效果絕佳 真的是 很兇耶 再剁一次 我們衝浪 衝浪40% 好傷藥吃好吃嘛 再一次 把他嘎啦嘎啦送下去 打訓練家的經驗值會給蠻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連續升級 左上角有一次阿伯怪他是驚嘆號耶 是不是特別的花紋 來看一下看一下 阿伯怪阿伯怪 讓我看一下你的花紋 哇塞 這個花紋好 好酷 我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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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級 來吧 阿伯怪 這一隻花紋太酷了 我再慢慢收集 來吧 這個看起來很壞喔 阿伯怪 45級 中 欸嘿 一球搞定 水啦 喔對 那我還在提醒各位喔 RAID上一次不是有說 我有辦抽獎活動嗎 因為我去東京灣的寶可夢中心 有買到皮卡丘的伴手禮娃娃嘛 要來送給各位 如果大家如果想要抽獎的話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千萬別錯過啦 回饋給一直以來都支持RAID的觀眾們 因為有你們的持續收看跟支持 就讓我可以一直一直的推出新的影片喔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旁邊的訓練家越來越多了 趕快走趕快走 空窩龍 來來來 他幾等啊 他幾等我看得到他的等級嗎 看不到 我會打他 來來來來 過來過來 對對對你下來你下來 呦呼 不要攻擊我 哇他會噴火 嚇死我了 沒噴到沒噴到